好 政治消息 帶你來看到 民進黨花蓮縣長參選人 Gulas Yudaga 登記結束之後呢 與各級參選人以及支持者 在選委會門口來呼口號 那麼Gulas發表參選演說時說出 這是一場反霸凌的運動 是跨族群 跨政黨 跨世代 解決共同問題的運動 一場重新再定義花蓮的運動 30號上午 民進黨花蓮縣長參選人 Gulas在支持者以及民進黨民意代表參選人的支持下 八點整是來到了花蓮縣選委會進行登記 完成登記之後 也在選委會發表了 他這一次參選花蓮縣長選舉 是一場運動 呼籲大家能夠用選票來告訴未來的縣長 鄉親想要的是什麼樣的花蓮 大家不要認為這只是一個跟四年前 八年前 十二年前一樣的選舉 今年不是一場選舉 今年是一場運動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重新定義花蓮 也就是說你希望花蓮是什麼樣的花蓮 你今年要非常勇敢的用選票來告訴未來的縣長 你想要什麼樣的花蓮 所以我認為花蓮的政治的正常化 透明化 非常的重要 第一步就是必須由不同的候選人 公開的在人民面前辯論我們各自的政見以及政策 讓人民自己決定 他也表示 花蓮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化 美麗 自信 多元化 經濟繁榮的縣 只要回到應有的樣子就好 花蓮縣長年由國民黨執政 藍綠基本盤 相當懸殊 徐政委本縣縣長是以71%超高票當選 民進黨花蓮縣黨部之前更是坦言 花蓮確實是艱困中的艱困 但仍然有許多年輕黨員認為 花蓮還有進步的空間 榮耀花蓮 榮耀花蓮 董事 動算 董事 動算 董事 動算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 你